男人发现一股零下500度的寒流正迅速逼近 他警告两人赶紧逃命 可女孩却倒没听见还向海边跑去 原来他的小男友正在海中泡澡 强哥大声呼喊让他快逃 男孩却愣在原地一脸猛逼 最终在女友数到山的威胁下他踩狗跑灰游 可冷气实在太快 转眼间便将男孩吞噬 赶去救援的女友也被冻僵狗带 眼看寒流已迈延上岸 强哥连忙拉上女儿驾车逃跑 然而冷气却依旧穷追不舍 男人随即联系妻子让他躲起来 阿珍表示自己早已跑到山上 让他不要担心 紧接着强哥又联系上同事 叫他赶紧疏散居民 随着警报响起 整座小镇居民清朝出动 他们发送式的抢购煤气瓶和暖油 所有郁寒用品被洗劫一空 在人们争分夺秒的准备渡劫时 极地寒流已来到镇上 众人吓得抱头数换 然而冰冷的气流却毫无人性 在接触到的瞬间 就让人们隐恨西北 动力强大的就连飞机也扛不过三秒 转身便坠地酷痴 而恐怖的寒流却更加肆无忌惮地 在美国本土无限蔓延 不幸的是金门大桥再度遇难 此刻的他就仿佛悬在万米高空 寒流一路向北 转眼间便来到了美军的海上要塞 士兵背下的四散而逃 却也躲不掉被冰冻的结果 尸体随数可见 美国已彻底沦陷 寒流一路往西很快便来到了东京 由于是深夜 小鬼子在睡梦中全部隐恨西北 转眼间寒流又赶来伦敦 在人们忙碌的早早风中 整座城市被停止了时间 而人类对此却显得毫无办法 此时巴西耶稣雕像 克姆林宫 悉尼大剧院全部遭到毒术 眼看整个地球都将被冰封进入冰河时期 军方派出数十架猛禽战斗机 朝着寒流入口飞去 他们打算利用导弹扰乱气流 随着暗下发射暗 所有人都紧张万分 抵弃凌晨的死死盯住屏幕 任务一旦失败的话 他们都将以恨西北 尽管导弹精确不已地击中寒流 却并未起到丝毫卵用 总统无奈地给民众宣布失败的消息 面对着死亡的恐惧气氛也降至冰点 最终在强哥的建议下 总统决定使用核弹再次尝试 紧接着数枚三千亿当量的小飞盾 从美国发射台弹射起步飞入高空 沿着既定轨道以6马赫的光速 朝寒流迅速打去 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 寒流入口开始不断翻涌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河路 面试灾难终于被化醒为一 所有人将继续生活在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